你今天可又姗姗来迟了啊 梁总的球技静静不少 还行吧 想当年可是你的手下败将啊 吴小姐 梁总请你过去一下 梁总不是有客人吗 我回头再说吧 没有关系 请办 真不好意思 吴小姐 让你久等了 没有 没有 是我打扰了您 不会 不会 吴小姐 你好 你好 对了 梁总 关于我们 吴小姐 会吗 一起啊 我 我不会啊 梁总 我们打吧 好啊 我还不信又输给你 来 吴大组长 怎么样啊 拿下咱们的大客户没有啊 别提了 我拿过来的文件 他看都没看一眼 看来梁总把我叫过来 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别有用心 什么意思啊 可能 也可能是我想多了 好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咱们回去再聊 拜拜 李总 您需要点什么 好啊 那就等你电话了 拜拜 好 梧桐 梧桐 你干吗呀 服务员 来杯热水 你脸色不太好 谢谢啊 来 喝点热水 感冒会好一点 你怎么知道我感冒 你那天失成那样 不感冒才怪呢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来这儿干什么 因为你欠我个解释 解释什么 我去趟洗手间 李总 梁小姐昨天从国外回来了 梁总想举办一个私人派对 想邀请您参加 这是请柬 还有令堂的 需要我送到立府吗 有烫伤膏吗 啊 烫伤膏有没有 有的 有的 我这就去拿 好久不见啊 有些人可以一辈子都不用见 可上帝偏偏安排我们见面 我现在是梧桐的辩护律师 又在找机会跟我对抗 我作为一名职业律师 专门对抗那些禽手不如 这个人渣 尤其是那种 六亲不认的畜生 我想问您一个私人的问题 你问吧 让您游多 小吗 委托的时候 我看过你和 立种某的报道 媒体对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多种猜测 扑朔迷离 但 作为你的辩护律师 我想知道是哪一种 这件事情 跟案子有关系吗 没有 但是跟我有关系 我必须知道 我的当事人的真实想法 我在想 你当年竟然有了这个孩子 为什么当时不跟他说呢 你抚养这个孩子 这么多年了 现在暴露了 让他知道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说过 这只是个意外 当初你为他 怀了这个孩子 是爱的吗 还是想利用他 你现在打官司 是真的想要回孩子 还是想得到更大的利益 我只想谈 和案子有关的事情 作为你的盟友 我必须了解你的决心 也要了解李咒魔皇 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 他 他是我的希望 希望 金钱 地位 事业 还是明明 你要这么想 好 那就试吧 我的回答你还满意吗 那 我也有几个问题问你 可以吗 问吧 我知道你是有名的大律师 我把我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你身上 可是 你不停地在打听 我对利咒魔的态度 你是不是怕 怕利咒魔的权势 你会白打这场官司啊 我一生最痛恨的 就是那种无情无义 不负责任的男人 你不得了 利咒魔这样的人 不值得你如此善待 我更为你抱不平 刚才看到你看利咒魔的眼神 我忽然有种担心 我担心我的当事人 是不是真的想打赢这场官司 我当然想打赢这场官司啊 一定要 那我一定尽力 帮你打赢这场官司 我保证 我保证 说吧 那个 你让我查的事情 我查清楚了 这是房东 赶走梧桐的那个人 实际不认识 实际不认识 还有 你让我查梧桐跟向俊 之前认不认识 我也查清楚了 他们俩之前不认识 是因为这次官司 才接触上的 看来啊 向俊是主动 接触这件事的 又是冲着我来的